或许受三国演绎的影响 很多人把江东孙权的大将周瑜 与兴凶狭窄 济贤杜能联系在一起 但历史的真实却与之相反 周瑜不仅相貌英俊 温文儒雅 饱读诗书 精通兵法 深谙英律 而且气量广大 年纪轻轻便有雄才大略 因此才被刘备称为万人之英 三国志称周瑜兴度恢弘 大帅为人 使其才也 他理贤下士 深得众人爱戴 在赤壁之战中 周瑜领三万水师 独自面对曹操的十五万大局 以一敌武 却在谈笑间 让敌军灰飞烟灭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力 这一战使周瑜流芳百世 赤壁之战是导致三国鼎立太世形成的决定性战 宋代大文学家苏世 在念奴交 赤壁怀骨 这首气势磅礴的词作中 是这样描绘周瑜的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累西边 人道士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金陶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恭敬当年 孝桥出嫁了 雄姿鹰发 与善观金 谭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 词作中提到的雄姿鹰发 与善观金 谭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的周郎 正是江东孙权的大将周瑜 周公景 三国时的风云人物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